普行行云品里面 底下这一段的比喻非常好 譬如 旷野杀鸡之中 有大树王 这是比喻 沙漠里头有一棵大树 若根的水 枝野花枯席皆烦我 这一棵大树 根里头要有水分 不缺水分 这个树一定会长得非常好 那么下面说 生死旷野 菩提树王也佛如是 这就是比喻了 生死旷野 就是六道轮回 菩提树王也佛如是 菩提树王也佛如是 一切众生而为树根 菩提树王 根是什么 根是众生 祝福菩萨了 而为花枯 这些众生能成佛 能成菩萨 这就是开花结果了 一大杯水 好比是水 我们要用大慈大悲的心 来灌开自己这个菩提树 没有大慈大悲 我们虽然本来是佛 可是成不了佛 为什么呢 这棵树没有水养它 它会枯死 大悲是什么 大悲是真诚的爱心 那这个爱 是信的力度 究竟圆满的第一等 明心见信 这个爱心 显示出来了 你看阿罗汉有爱心 菩萨有爱心 佛是究竟圆满的爱心 大慈大悲 那不是从外来的 是自信你的朋友的 那修闲人没有慈悲心 那修闲人没有慈悲心 就像树 树根 没有水教它 那这个树 生不出花枯 那说佛的人 那说佛的人 没有慈悲心 成不了佛菩萨 那要爱众生 众生 做种种的 所以 罪悟 都要原谅它 还是要用慈悲心 对待它 为什么 它本来是福 为什么造罪业 迷惑颠倒 到这种程度 佛菩萨 佛菩萨要救这些人 要帮助他回归自信 要帮助他成佛 成菩萨了 这就对了 如果有怨恨心 就错了 那你不是来救他 你是来害他的 众生害菩萨 可以 菩萨不怪罪 菩萨决定不会害众生 众生杀菩萨 菩萨不会杀他 不会报仇 你们在精干精神念头 忍辱仙人 遇到戈利王 戈利王 戈利王是个暴君 把忍辱仙人 临迟处死 临迟是用刀一刀一刀的割 最残酷的刑法 把忍辱仙人杀掉了 忍辱仙人在临死的时候 告诉戈利王 我不怨恨你 我将来成佛 第一个多女 那射加勾 那射加勾尼佛 就是仁辱仙人 射加成佛了 第一个得度的弟子 乔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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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时候的戈利王 佛 佛说话算话了 真的他投一个 增加勾尼佛 那为什么 因为佛知道 佛彻底知道 一切众生跟自己一体 同时自信变现的吗 何其自信能生万发吗 所以叫同体大悲 这种爱心 怜悯心 是自信的生出来的 那无原言大词 无条件的 无条件的爱你 无条件的饶恕你 无条件的饶恕你 什么原因 一体 凡夫不知道 佛菩萨知道 牙齿把舌头摇破了 舌头要不要怨恨牙齿 要不要去报复它 为什么不报复 一体 一定要懂得 这个是四世真相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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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